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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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宴会是最好的社交场所 要多多认识新朋友 我是蜘蛛侠 转转坏人 我是蝙蝠侠 成恶阳善 嗨 什么人 别 别那么大声 我们没有恶意的 我们只是想和你一起上一堂礼仪教课而已 对啊 这是我们的任务 和我一起上课 对对对 和您一起上一堂礼仪课 马上就走 保证不给你添任何一丁点的麻烦 怎么样 求你了 就满足我们的要求吧 正好无聊呢 反正费家罗夫人还没来 不如 可是可以 不过我得先考验考验你们 没问题 每人给我买十个水果来 简单 水果来了 够快了吧 不错 很有效率 下面一口气把带来的水果吃掉 好 什么 一口气吃掉啊 对啊 一口气全部吃掉 这 这有点难呢 你那个算什么呀 我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不吃完 就不让你们跟我一起上课 蓝猫 没办法呀 为了完成任务 你就吃了吧 吃呀 你那 你那 来上课了 来了 飞加罗夫人 您来了 我 我和新朋友一起玩呢 是啊 我们是好朋友 你那刚才还答应我们一起上夫人的礼仪课呢 是吧 好朋友 你吗 是 是啊 这样啊 那你们每人给我拿十个水果来 又要十个水果 现在开始上课了 吓死我了 还以为要一口气吃掉呢 原来是教我们西餐中吃水果的礼呀 吃水果还有什么礼 请安静 餐桌上不可以交头结尔 有什么话可以做好了轻声交谈 是 夫人 夫人 好 下面开始上课 今天的礼仪课是教你们正规西餐中水果的吃法 那么谁知道苹果该怎么吃呢 我来我来 吃苹果嘛 这还不简单 嗯 你试试 亲 我也知道 啊 苹果 错了 错了 这是大忌 绝不能拿着水果整个去咬 应用水果刀切成四半再去皮盒 用叉子叉着吃 要注意别把枝溅出来 还是看看再说 蓝猫不懂就别装懂嘛 下面有点点来示范一遍吧 完了 光顾着嘲笑蓝猫没听清楚过程 好吧 刚才是怎么说来着 要用水果刀 水果刀 叮叮 你就赶紧示范嘛 我们都等着向你学习呢 别催嘛 压力很大 是挺大的压力 好吧 你看我来做示范 怎么样 刀法很帅吧 不要太羡慕哦 非加罗夫人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刚刚才教的 都没听进去吗 要用水果刀切成四半再去皮盒 用叉子叉着吃 你这都把鲤切得只剩个盒了 还怎么吃呢 上课要认真啊 夫人 让我来示范吧 好吧 妮莫 别让老师失望啊 放心吧 夫人 我才不像他们那么笨呢 很好 整个过程非常正确 不好意思 孩子们 你们在练习下 我去倒杯水喝 是 夫人 我们也来试试吧 太麻烦了 就这么吃得了 点点点 飞下罗夫人说了 要按照礼仪方法吃 切点吃 能比我用手吃得快吗 你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吧 可恶 可恶的点点点你吃得那么快 算了 我直接用手拿吧 我才不要输给你们呢 天哪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我 我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礼仪的学生 非加罗夫人 都是我的错 居然没发现非加罗夫人感冒了 夫人生病了还敢来给我上课 我却没有认真听课 不讲礼仪 不 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的错 我们先不讲礼仪的 都怪我 我不该贪吃 就忘了讲礼仪 知道错了就好 夫人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没事 老师没事 看到你们我就很开心了 要知道老师唯一的心愿 就是自己的学生 能够成为懂礼仪 有教养的孩子 老师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对了 老师 我们削水果给您润润喉咙好吗 对啊 对啊 能先告诉我 西餐水果的正规礼仪吃法吗 西餐水果的正规礼仪吃法 首先不能用手拿着整个吃 应该用水果刀切成四半 再去掉皮跟河 最后吃的时候 要用叉子叉着吃 哦 对 太棒了 蓝猫点点这次的任务 是帮助一位老人 在商场里散发传单 当两人赶到约好的地方 刚与老人见面时 老人却不让他们帮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蓝猫和点点在法国和妮莫 一起上费加罗夫人的礼仪课 说的是西餐中吃水果的礼仪 快跟我一起去看看 下面有点点来示范一遍吧 哎呀 刚才是怎么说来着 要用水果刀 水果刀 好吧 看我来做示范 怎么样 刀法很帅吧 不要太羡慕哦 费加罗夫人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刚刚才教的都没听进去吗 要用水果刀切成四半 再去皮盒 用叉子插着吃 你这都把鲤切得只剩个盒了 还怎么吃呢 没关系 我们好好学习 就不会出错了 西餐中吃水果的礼仪可不简单哦 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这里的味道 神奇又美妙 这里的味道 开心又开闹 好有滋味 好有趣味 好有归鱼味 尝一尝那感觉就会特别好 有点点像那泡泡汤 有点点像那汉包包 酸酸的冰糖葫芦麻辣的船船上 好味道好忙中也能尝得到 好味道好快乐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